我们继续来看谈菠萝蜜的法师 这里标题叫做法师之语 也就是因为前面已经讲了法师了嘛 然后接下来还要再讲法师 就是剩下的继续来说 那这里有个疑问他就说 云和尔明谈菠萝蜜满 什么叫做圆满谈菠萝蜜啊 谈我们之前讲过他的梵文叫Dana 菠萝蜜叫做Paramita 菠萝蜜 菠萝就是彼岸 Mita就是到彼岸 那因此这里就解释叫做 世民渡布施河得到彼岸 只要我们能够好好的修这布施 就是渡过布施河能够到达对岸 对岸是烦恼还是涅槃 对涅槃 没问题 这很简单 下一句又有人疑问啦 云和尔明不到彼岸 前面是说我们修布施 能够渡布施河到涅槃彼岸 可是有没有可能不到对岸呢 有没有可能 有啊 你方向反了不是就没啦 对有人说原地转 这个就是回流 被回流所住 你就原地在这个河水当中打转 你就没有办法到对岸啦 或者你应该要方向是往东 结果你往西是不是没有办法到彼岸 譬如渡河为一道而还名为不到彼岸 譬如我们要过河 你还没到你就已经回来了 你就说啊前面雾太大了 我不要到 我们以前看法华经不是有提到 有一位导师带着一群人去求宝 他们走了三把游巡 就觉得太累了太累了 我们要回来了 我们要走 不要往前进了 有没有印象 对华城雨 所以佛陀就变现了一座华城 就说好你们进来休息一下 走五把游巡就可以到了 你们现在走三把就很累 已经过了一半了 你再回头不是又再走另外三把吗 那不是更久 对啊你再往前两百 蹭一蹭一下子忍耐一下就到了 所以就先到华城里头休息 所以如果佛陀没有变现这些华城 这些人可能就是无功而返了 这个就叫做未到而还 还没到宝地就回来了 所以不到彼岸 这里举了一个摄利弗的故事 很多人应该都很熟悉 摄利弗他在六十节当中行菩萨道 他要度不失和 这时候他已经发了愿啊 菩萨就是发愿要度一切众生 众生有需求来祈求 我就要满众生的愿 这时候有一个人就要跟他要眼睛 摄利弗就说 眼无所认何以所知 眼睛能干嘛 你为什么要我的眼睛啊 若需我身及财务者当以相遇 如果你需要我的身体跟我的身外之财 我就给你 这有没有有点疑问 你需要我的身体我给你 你需要我的眼睛 要干嘛 眼睛跟身体什么关系 眼睛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吗 那为什么他说你需要我的身体 就是他当你的努力 他能够你要怎么支持他 你要做什么他都可以帮你做得好好的 就是买断了好像契约一样 你就卖生气就签了 所以我整个身体给你 你要怎么用 随你我都可以帮你 可是你要我一颗眼睛 眼睛挖出来了 你也不能干啊 干什么啊 眼睛挖出来 你可以放到你的眼球里吗 那你就变三颗眼睛啊 以前跟现在不一样嘛 现在是有医学技术啊 以前你眼睛挖出来 给你就没用了 好 那所以这个人就说啊 不需乳生及以财务 我不要你的身体 我也不要你的任何的财务 百物都不要 我就是要你的眼睛 所以若辱实行谈者 如果你是一个实实在在真的 修布施的行人的话 行人就是行者 就是修行人 那么以眼见语 见就是被 就是这里是被动的意思 你就应该要把你的眼睛给我 好 顺利福要不要给啊 当然给啊 他修了六十节的布施波罗蜜啦 所以他就一只眼睛就给他了 奇者得眼于摄利福前秀之 嫌臭 拓而弃地又已脚踏 这个 来跟他祈求的人 看到眼睛拿了 结果就在他的摄利福前面 闻一闻 就说哎呀好臭好臭啊臭死了 你不是要布施给我我的眼睛 没想到你的眼睛这么臭 所以他就吐就是吐一口口水 在他眼睛上面 而且又把他扔到地上 再怎么样 脚还把他的眼睛踏一踏 你会不会心碎啊 他想我好不容易给你一只眼睛 你竟然是这样子虐待我 糟蹋我的眼睛 所以他就很难过 他就说 如此必人等 难可度也 你们这一类啊 真糟糕啊 败坏的人 等哦 就是这一类的人 不是只有对方而已哦 是指你们这一类 像你这一类的人啊 值不值得我来度啊 值不值得 不值得啊 难可度也 刚强难化 难调难浮 不度你们了啦 眼识无用而强所知 刚刚不是跟你讲了吗 眼无所认啊 眼睛都不能干嘛 你就硬要拿 那现在给你了 你拿到了 你又把我丢掉 用脚来踏 何必之甚 实在是 太卑鄙的人了 有够糟糕 不是糟糕两个字 可以形容的 所以如此人贝 就是这一类的人 不可度也 我才不要度你们了 而且是太难度了 众生太难度 那所以 别人都很难度哦 自己好不好度 有人说自己更难度 但是对社利福来讲 别人很难度 我比较好度 度一个人容易吧 你看前面是 如此必人等 如此人贝 你们这一类的人 很多啊 数不清啊 这种 baby的小人太多了 这么难度 干脆我度一个人就好了 不如自调 就是自己来调身 调心 调烦恼 自度 比较重要 找脱生死 我自己的生死 先调啊 不要修什么菩萨行 还要度你们这些人 实在太累了 先自己修就好了 思维以示意 与菩萨倒退 回向小圣 是明不到彼岸 本来我们修行 应该要回小向大 转染成静 好 结果他刚好颠倒 已经修了六十小节的菩萨行 结果现在 逗退路了 回向小圣 这个就是不到彼岸 好 若能直进不退 承办佛道 明到彼岸 如果你能够直 直的往前行 不要退还 那么一定能够成就佛道 这个就是到彼岸 那思维提 刚刚有提到了 法华经的化成玉品 有提到这个 中途退卸的辟誉 我们看看经典讲的 我们又反省检讨一下自己 我有没有很容易半途而废 有没有 有 那有没有遇到困难 就动了退大向小的心念 也有 有人摇头表示 他从来没有退大向小 还是他说 我本来就是小 哪有什么退大的问题 有的人是真的很坚定 我就是已经清楚明白我的菩萨行 我就是这条路 就是要成佛 没有第二选择 好 那这样子更好 坚定不移 那我们就想一下 我有没有 如果有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常听到 不退菩提 或者不忘初心 成佛有余 成佛有余的余是什么意思 不是啦 不忘初心成佛有余 这里的有余不是有余涅盘 不忘初心成佛有余 余就是圣余 那什么叫成佛有圣余 意思就是足够了 余就是有圣余够了嘛 你多到满出来 所以只要我能够出发心 这个出心指的是出发菩萨心 把出发菩萨心 这个出发意 你把它保持 不动 不摇 不退 不转 那么成佛有余 意思就是在成佛道上 就已经足够了 表示我的出发心是很重要的 而且出发心能够直行 能够直接前进 不退一直往前进 那么我一定能够成佛的意思 成佛就够用了 所以这是有余是这个意思 我在修行道上 有没有曾经退回过啊 这个是自己问自己哦 有 刚刚有啊 刚刚有人讲说 回大向小了嘛 退大向小 那么这个就是退回 可是如果我曾经退回 我现在还是在修大圣啊 那么想一下 有没有自己曾经有过这个经验 那是什么原因 让我自己又能够再度提起 修大圣行的信念 将来如果我又再遇到 这种会让我动摇 让我无法到达彼岸的状况出现了 我要怎么样提升自己的信心 如何让自己在菩萨道上坚定 不动不退不转 就算有一点点动摇 我会很快的赶快把它转过来 怎么样提振自己的信念啊 自己的菩萨心 菩萨愿 菩萨行 我们都常讲啊 四大菩萨 哪四大菩萨 慈悲喜舍 是吗 四大菩萨是哪四大 对 悲至愿行 这个是中国的四大菩萨 四大菩萨 悲至愿行 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智文书势力菩萨 大愿地藏王菩萨 大恨普贤王菩萨 这是四大菩萨 他们的愿行我们把它记得 好下一个 父赐 于是承办一名道彼岸 这是天族俗法 凡造势承办皆言道彼岸 因为刚刚前面讲什么叫做谭 谭那什么叫做道彼岸 因为是般若波罗蜜 Paramita 这边提的就是说 你看括号里面的 括号里面就是天族俗法 意思就是以前的印度人 他们的习惯 他们的惯常用法 他是习惯的方式等等 譬如说他把一件事情做完了 譬如说我扫地 我扫完了 我就说Paramita 于是承办 做完了 完成了就叫Paramita 我今天要写一个功课 回家写作业 写完了我就说Paramita 这样懂意思 所以每个地方都有他的风俗民情 像我前几天去 刚刚讲到我去斯里兰卡 我就看到他们 因为我语言不通 生且罗文我不会讲 那他们的英文也没有很顺 所以沟通就会有一些障碍 我在问对方的时候 问他好或不好 他们就会这样子 他就跟我摇头 我就问他说这个是 你这样摇是yes吗 然后他又跟我这样摇 我就一直在看他摇头 摇到我就头也很晕了 你到底摇头是什么意思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后来有跟我说yes的话 还是这样子 no是摇头 没错 但是他们头是他们头是这样摇的 他不是这样这样 他是有点这样 这样懂意思吗 他就是这样摇 后来我就发现 哦我就搞懂了 原来他们说这样子就是完成了 完成了他就是这样摇 就是这样摇 他不是这样摇哦 不是左右 他是这样 他是这样就叫完成了 所以譬如说 我就是有应供嘛 供僧 那供僧他们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斯里兰卡 几乎是七成以上都是佛教徒 因为佛教是斯里兰卡的国教 所以你 对 他是南传 你走到哪都是遇到这些 几乎都是佛教徒 所以我们去应供 你要到这个应供的场所 进去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拖鞋 所以拖鞋法师进去 他真的就是帮你洗脚 洗了脚以后 还一块布帮你擦 那我第一次 我是穿袜子啊 我脱了鞋以后 因为他们的习俗是 你要脱鞋 然后还要脱袜子 才叫做宫颈 因此我们到了一个圣地 都是要脱袜子脱鞋 后来我干脆就穿脱鞋 因为你要脱 实在很不方便 那但是呢 你走在路上 你就发现很不容易 我看 引领我的法师 他走得超顺的 不管地上 有没有沙子 石头 或者是热 或者是湿 他都走得很顺 因为他们的脚底 磨得很厚了 可是我走 我就在后面 有点好像在垫脚尖 因为实在是太刺了 就难行能行 我那时候就觉得 真的是难行能行 所以这边提到的就是说 我为什么讲到这里 对 就是应供 那你要脱鞋子 脱袜子 他们会帮你洗脚 所以我就想到 金刚经前面不是有 饭食器 收衣钵 洗足椅 所以他们这些人很恭敬 而且他会看到法师 他就会对你礼拜 可是他们的礼拜 因为我们之前有教过 礼拜是你的手 譬如说印度人 他会用手去碰对方的脚 代表就是一种恭敬 可是在斯里兰卡 我看到他们碰脚的很少 大部分就是做事 好像要碰你这样子 但是他还是有隔一点点小距离 他不会真的碰到你的脚 所以这个就是当地的习俗 你去到哪里你就入境随俗 但是我唯一没有入境随俗的就是 去到那里我还是吃俗 招待我们的人也很慈悲 就是特地给我们煮 没有那个葱蒜的素食给我们吃 那南传自己是吃肉的 这就是很不一样 我们台湾人 如果是共生 你一定是跟师父一起吃饭 对吧 你们如果共生 是不是师父我请你外出去吃饭 你是不是跟师父一起吃 他们才没有 共生是什么 师父在吃饭的时候 师父不用自己夹菜 他会一盘一盘的就拿到你面前帮你上菜 那我刚刚提到那个摇那个对不对 后来我就知道 因为我第一次他帮我添面的时候 他就一直夹一直夹 我想你怎么还不停啊 然后对我没有摇头 后来我就知道了 我就用手笔 然后他就知道我不要 后来我就看别人 哦原来就是你就是摇一下头这样 他就知道要停了 后来我就知道 好所以那一餐我就吃了一大堆的面 但是他们还有一个习俗就是不要吃光光 我们会觉得你没吃光就浪费 对不对 他们不是 他们觉得你一盘饭菜 你要留一些蚕食 留蚕食就失食给众生 像我们在 我们在武功啊等等 不是有初食吗 意思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不要把你的饭菜全部都吃光光 所以这个也是不同的习俗 所以刚开始我会吃完 后来我就发现 哦原来是要留蚕食 所以你就要留 这是入境随俗去学习人家的嘛 所以刚刚提到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代表你静坐完 好然后这个刚刚提到说 这个我们台湾人就是共生 就是你跟师父一起吃饭 然后要边吃还要边聊天 还要边讲你的烦恼 还要边请师父开解 他们没有啊 斯里兰卡的师父就是 师父吃就好好的吃饭 他也不会去炒师父 他顶多会问你这个要或不要 但他也不太讲话 他就是一盘一盘就拿到你面前 你要多少要或不要 他会帮你服务 师父完全吃完了以后 在家居室才可以吃饭 因为他要恭敬僧人 所以一定要师父吃饱了 我们才能吃 那你们说师父我才不要 我吃汉船 以后我还是布施供养 还是跟师父一起吃才不会饿肚子 所以不同的习俗 这个就是看一下他们的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括号里面 括号里面他有讲说 天俗书法凡造势承办皆言道彼岸 就是形容前面这个道彼岸的意思 那以前我们有讲过括号里面 这个就是翻译的人他添加的 这个不是经典里面 也不是大致度论本身里面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夹注的名项 而且在如果是看经文的话 通常他会比较小的字 所以叫小字夹注 通常像现代他也会用不同的颜色来辨别 如果你们看的是电脑的话 他会不同颜色来做区别 如果是以前的印刷就比较难了 他就会是通知墨的黑墨的颜色 这里要讲到你们的注释 第59页310 这是注释310 你们自己去看一下 所以这里有提到 同理下文当中的勤言 勤就是摇勤 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纠摩罗时 是摇勤时代的易经诗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大致度论下面 后面的文字有提到勤言 那么这个代表就是 也是他们的暗语 就是夹注语 这个是易经的习惯 大家要懂 那当然如果这是摇勤时代所用的语言 所以就叫勤言 如果你是汉朝或者是你是唐朝 会不会用勤言 就不会了 唐朝就不会用勤言这两个字了 就看当时的一些习惯了 刚刚说到谭波罗蜜 就是 Dana Paramita 就是道彼岸 那到底到底彼岸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里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了 此岸明迁滩 谭明何中 彼岸明佛道 因此如果我们修布施的话 就很清楚 我们现在是在瘦婆世间有种种的烦恼 有千瘫小气啊 贪染心很多 所以我们从这里要能够透过修布施 这个就是杜布施河到达对岸 对岸就是佛道 由此可见 修布施可不可以成佛 可以啊 而且一定要 因为六波罗蜜当中就是其中一个 而且是第一个 所以表示对 布施为首 表示他很重要 好 而且当然啊 他也是在其他的 波罗蜜相较之下 他是比较容易修一点 虽然说比较容易修 他是不是真的很容易修 也不一定啊 所以刚刚我们讲的 他这个都是一种相对性的比较 就是财师跟法师 刚刚有提到法师最殊胜 他是跟财师来比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修种种的功德 较量要去比较呢 你没有比较 你不会知道我应该在什么时节 因缘做什么事 还有 如果我现在时间很短 有财师跟法师两个要让我选 你会选哪一个 就选那个比较殊胜的那一个嘛 可是如果我今天觉得法师比较殊胜 我应该选法师 但是我目前没有能力啊 我是不是叫财师 所以我们基本啊 以前讲过很多遍 就是一定要先有善分别 所以刚刚提到法师 就是要能够分别种种的法 不仅是分别你的布施的内容物 还要能够分别我在什么时节 因缘应该要修什么布施 我要修多少的布施 譬如我觉得布施很好 我就要劝别人布施 应不应该 应该啊 可是如果你劝这个人他是劝不动的 你要不要一直劝他 就不用了 看状况嘛 因为还有一种就是 我劝你没有用 别人劝你有用 我就请那个跟你姻缘好的来劝你啊 不就得了 不见得一定要什么都要我自己亲手去做 我们可以间接的成就一件美事 所以一定要先有善分别 你才能够知道我如何来修行 才能够成就佛道 才能够利益众生 继续来看 到底什么叫此案跟彼案 此案就是有无见 就是有见和无见 这个在你们的讲义59页注释311 我们在这一案啊 常常就落到有跟无 我有某种知见 我没有某种知见 或者我就觉得啊 我这个修布施 才师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很明显的 那么我应该来修才师 法师修了 没人看得到啊 因为摸不着嘛 所以我们看哦 其实这个在佛教里头也蛮明显的 譬如盖庙 就很多人愿意去布施 因为他觉得功德很大 他就努力去盖庙 花钱都是去盖庙 那盖 其实我看台湾有很多庙 其实都很大 但是没有人在那里说法 这种寺院不少哦 我就去过南部有一所寺院 很大很大盖了二十年了 金币辉煌盖了二十年还没盖完哦 可是里面的法师人数很少 而且几乎都是空者 这二十年来可能一年只办个一次两次三次活动而已 那是不是你会觉得很可惜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盖庙 是因为他觉得功德大 盖庙很好 你功德大 很殊胜非常好 可是这个硬体建设完成了之后 或者他正在盖的当中 是不是就可以拿来修法师了 对啊 不要只有留为物质的层次 我们修行学佛就是要再提升 听完了是不是就没有了 你就觉得那是无 那有什么好讲的 所以我们众生会落到有的一边 跟落到无的一边 看得到看不到你就在这里取舍了 那另外呢 当然这个有无鉴 如果我们再扩大来讲 你们注释这里有说到 有无鉴就是有鉴跟无鉴 两种的对立嘛 他就不是中道 可是广义来讲 有无鉴包括有鉴 无鉴 亦有亦无的之鉴 还有非有非无的之鉴 这个以前我们有讲过 四句 对 是有还是无 亦有亦无 或者也不是有也不是无 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 那所以如果是对岸就叫做 破有无鉴 这样子的智慧 称为彼岸 此岸是有无鉴 这个是不正鉴 对岸是正鉴 这正鉴就是智慧 这个智慧就是要打破有无 等等这四句 这四种 不正鉴 这四种都是偏到一边 偏到有偏到无 偏到非有非无 偏到亦有亦无 这个都是我们以前有说过 这个就是言语上的辩论 这是戏论 你没有真正的了解正之鉴 那我们要修布施 当然这个就叫和中 好 副刺坛有二种 一者摩坛 二者佛坛 其实布施有很多种面向 而且它有很多种类别 我们就从不同的向度来区分布施有哪几种 因此前面有讲过 有生文坛 有佛菩萨坛 有佛菩萨所赞叹的坛 也有佛菩萨所不赞叹的坛 那么你也可以根据福田 这个对象来分别 它是属于敬田 悲田 还是恩田 这以前我们有大概说过 那还有你自己布施的人 你的心清静跟不清静 你的行为是清静或者不清静 所以以前有最早前面几堂就提过 或者是清静坛或者是不清静坛 这是有漏坛还是非有漏坛 这些都是哦 可以让我们出三界的布施 或者它是让我们还在三界当中打转的 人天果报的布施 那接下来看的这坛 就是一个是摩坛 一个是佛坛 什么叫摩坛 若为劫使贼所夺 忧恼不畏 是为摩坛 名曰此案 夺就是强夺强取的意思 结始 这两个都是烦恼哦 烦恼贼 结始贼就是烦恼贼 烦恼贼会夺我们的法生会命 法生会命是本具常驻不会被夺走 但是他可以暂时的表象的好像被夺走 是因为我在起大烦恼的时候 你烦烦恼脑讲出来的话能不能听 起烦恼的时候讲的话能不能听 很难听啊 起烦恼的时候讲的都是污秽语 都是带有这些种种情绪的 都是很负面的 甚至是恶语 因此我们这些都不要讲 那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修布施 你是跟烦恼有相关的 这个叫摩坛 那你就还是还在此案 可是如果我们修布施 是跟烦恼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且是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那么我修的这个布施就叫佛坛 这才是真正的道彼案 为什么有一些布施是摩坛 譬如以前我们说过 阿舍士王跟提婆达多 他们在做种种的行为 他可能也有修布施 可是他为了名文利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属于摩坛 是 或者我今天修某种程度的布施 可是我是跟魔鬼这个来勾结 那么这也是 还有我修布施 应该是要让对方起清净心 结果我适得起反 让对方起烦恼心 那么他就是摩坛了 好 那有恶心在修的布施 像我们上一次有提到 有些人会被诈骗 被诈骗之前 是不是先得到某种程度的利益 所以我先以欲勾迁 这个是写法 这时候这个就叫做摩坛 我把钱布施给你了 先放长线钓大鱼 这就叫摩坛 就不是佛坛 他就肯定不是波罗蜜了 这里有一个辟语 就是佛说毒蛇欲经里面有提到 那这部经你们看在注释313 就讲到他有几部经有提到他的出处 那你们自己有兴趣的人 自己再去查经典再去看 有一个人得罪于亡 意思就是他犯了国法得罪了 他有罪 那这个已经是犯了国法 那国王怎么处罚他呢 国王就令掌护一切 切中有四毒蛇 意思就是国王也故意要惩罚他 就说好那你犯了法怎么办 我这里有一个箱子 这箱子里面有四条毒蛇 你就帮我好好的把这四毒蛇 把他看管好照顾好 王赤罪人令看事养育 他要去养这四条蛇 这个人就开始想啊 四蛇难尽尽则害人 依犹颇养何况于是 养一条蛇就很危险了 养蛇为患嘛 一条都很危险了 你还养四条那怎么办 怎么办要不要养 国王叫你养你要不要养 你说我要听话 我是好国民 你好国民你还会得罪渝王吗 肯定不会嘛 那这个人啊虽然得罪渝王 得罪渝王有好几种 一种是他是违反国法 他做了不该做的事 另外一种是有可能 对他不听国王的话嘛 但是不听国文的话有很多种 譬如说国王要他去杀人他不肯嘛 那他这样子是不是也是 让自己落于苦难当中 但是他是良人 那不管结果是什么 或者他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就要知道 这个人他很有智慧 他说四蛇难尽 四条蛇都很危险了 很难接近 我怎么可能去 去养他呢 那一条都很危险 更何况还四条蛇 所以他便气 窃而走 王令五人拔刀追之 他就把这个 这一箱蛇啊就丢了 就不管了 就赶快跑啊 那国王就 命令五个人去追他 可是呢 有一个人他就是心存不善 口言覆顺心欲重伤 这个罪人他想要赶快跑 可是另外一个人就鼓励他 就跟他说啊 哎呀没关系啦 你就好好养啊 怎么养 养之以理 此意无苦 你只要按照方法 按照人家教你怎么养蛇的方法 学会了好好的养他 那么这些蛇啊 绝对不会来咬你 伤你 不会对你有任何害的 这个人要不要听话 不要 他很聪明 其人觉知 就是他的心是清楚明白的 他没有被他的语言所蛊惑 所以他有警觉心哦 所以他没有踩信这个人的谏言 于是他还是赶快跑 持走逃命 至于空聚 就是到一个空的聚落 这个村落没有人 那到了这个村落 他想说没人 我应该可以在这里安然无患啊 可是有一个人就很善良 他就跟前面那个恶人不一样 恶人是叫他养蛇的 这善人是跟他说不是哦 他说方便预知 就是他用简单的种种的方法 去跟他讲 他说此聚虽空 是贼所指处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空的聚落 但是这里有很多贼在出没 他们就是住在这里的 如今住此必为贼害 圣物住也 你要住在这里是要太危险 你应该要赶快离开啊 他就听了这个善人的话 于是复去至一大河 河之彼岸即是一国 所以他到了一个大河边 河的对岸就是另外一个国家 你到了另外一个国家 我们自己国家的国王 能不能国法来治罪于你 就不行了 除非另外一个国家 跟他们有条款 可以有引渡 所谓的引渡条款 但是他没有啊 那另外一国是怎么样 是好的国 其国安乐坦然 清静无珠患难 于是他就赶快 挤重草木 服以为法 这个人他还有能力 他去用一些草 草还有木头等等 赶快做成竹筏 所以服以为法 绑一绑就有一个 简单的竹筏就出来了 静以守足 他用手跟脚并静 因为他没有滑桨 没有滑水的桨可以用 所以他就赶快用手脚 这样全部一起 竭力求度 死命的使尽力气 就要赶快一定要赶快到对岸去 寄到彼岸 安乐无患 到了过 对岸是不是就得救了 是 这时候啊 国王代表的 刚刚那个故事讲的 就是国王代表的就是魔王 这个窃 这个箱子代表就是人的色身 四条毒蛇代表是我们身体的地水火风四大 五个拿刀要去抓这个自己人的 代表就是五重 五重是什么 就是色受想行事 就是我们的五音 他又翻成五重五韵 全部都一样哦 所以你们看到这些词要能够知道他的意思 一人口善心恶 就是劝他一定要好好把蛇养好的 这个代表就是我们的染灼 那空的聚落代表的当中 他说里面有贼嘛 所以这些贼就是六成 那这个整个空聚就是六情 我们六根 六情根 那一人敏而欲之 是为善师 这是一个良善的导师 引导他要赶快离开这里 要到对岸去 所以大和是什么 是爱 渡过了这个爱 烦恼和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 渡过烦恼的中流 到达彼岸 这个就是中流 烦恼中流指的就是这个和 法是八正道 所以我们要修八正道 有正见才能够到达对岸 那他用手足并用情度 这个叫精进 此岸是世间 彼岸就是涅槃 能够渡到对岸 已经漏进了烦恼 无忧无虑了从此快乐的 就叫做什么 阿罗汉 所以以前我们也讲过很多遍 四圣地苦及灭道 那水里修这个道就是法 是八正道 度到了对岸的灭 就是漏进烦恼 有没有苦痛了 没有了 有没有快乐 有没有快乐 到对岸有没有快乐 有啊 涅槃之乐 所以你到了对岸就成为阿罗汉 那刚刚讲的是就生文法来跟我们批语说到了对岸就是涅槃案 那你成就了涅槃 成就了这个涅槃案 那么你就是阿罗汉 不仅是生文法是这样 菩萨法也是一样 所以他说菩萨法中亦如是 如果布施有三爱 有我 我是布施的人 有彼 对方之接受的对象 还有我所布施的物品等等 布施的内容物 那么我就叫做 多么境界 为理重难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严格来讲 如果我布施还有这三爱 来障碍我的菩提心 我修的布施就叫做摩坛 严格来讲 这是很严格很严格 那你不要想说 那这样子我修布施 我都没有断烦恼啊 我还是有染拙啊 我还是想要有贪爱啊 想要得到别人的赞叹啊 所以我才来修布施 譬如说你去金色 去到道场去帮道场做事 得到大家的 你们同参师兄弟的赞叹 那你就飘飘然 那是不是一种烦恼 是不是 是啊 可是你飘飘然 跟你修布施来相比 哪一个比较重要 修布施 修布施啊 因为你可以利益很多大众 虽然自己的烦恼还没断 那你不能因为说 我还有三爱障碍我的心 那这样子是堕谋境界 好那我干脆不要修好了 那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两害相全取其亲 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如菩萨布施三种清净 三种清净是什么呢 三种 哪三种 菩萨布施三种清净 看下一句 五 此 三 爱 表示就是 我能施 所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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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能布施的人 接受布施的对象 还有所布施的物品 能施 所施跟受施者 我 彼 所施物 这三种都是清净的 也就是上一周提到的三轮体空 我就能够到达彼岸 这个就叫做佛来赞叹的布施 这个就是谈波罗蜜 所以这个才叫做到彼岸 如果没有我们都还在烦恼的中流打转 我们都还在布施河当中 还在划船 还没划到对岸 所以此六波罗蜜能令人渡 千滩等烦恼染灼大海盗与彼岸 已是顾名波罗蜜 前面是用河来作辟语 这里是说 大海 大海跟河哪一个比较大 海啊 当然是海大 所以要修六波罗蜜 不是单纯的一条小河而已 他是大海 那要修六波罗蜜 除了修这个布施以外 你其他的五个波罗蜜 都要一起相辅相成 什么都要修 才能够真正的到达 Paramita的境界 这里有一个人就问 阿罗汉庇之佛也能够到彼岸 那为什么不叫做波罗蜜 其实南传也有波罗蜜 申文法有没有波罗蜜 你们觉得修二圣法 有没有波罗蜜 有啊 如果你们有看阿罕经就知道了 有看本身经就知道了 这些都讲很多都是佛以前的本身故事啊 不要以为二圣法是不修波罗蜜的哦 对啊 布施我们上次不是有讲佛的这个舍身 为虎的故事 好 所以他这边但是严格就是就大圣来讲 他会觉得那他的到彼岸不是真正的到彼岸 为什么呢 答案在这里 阿罗汉庇之佛度彼岸与佛度彼岸 名同而实义 同样都叫做度彼岸 就是Paramita 可是彼就是指这些二圣人 以生死为此案 涅槃为彼岸 所以不能度坛的彼岸 他们是这一案是生死 所以我要超脱生死 上一周我也没有提到 声闻人修布施他是为了要断烦恼 为了要出三界 可是佛菩萨的修布施是为了要度众生 他的心态不一样 我自己先成就再来度众生 这就是刚刚的舍利弗的故事 舍利弗他一开始本来是要度众生的啊 接下来他觉得众生难调难伏 干脆我先度自己就好了 那么他就是退大向小 所以就没有真正的到达佛的彼岸 所以同样叫度彼岸 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差别在哪里 不能以一切物一切食一切种来布施 这个指的就是生闻人 二圣生闻人 他们布施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布施 不行 任何时间都可以布施吗 也还没有 金刚经有说 什么 白天也要布施 晚上也要布施 上半夜中半夜上半夜 所以全部都是要布施 对吧 不只金刚经很多经典都在这样讲 所以任何时间白天晚上 上午中午下午 全部都要布施 一切种就是各种种类 通通通都要 各个方方面面的 全部都要 所以任何什么时间该布施 什么物体 或者是什么样的物品 什么样的内容 什么样的财物 你可以布施等等 然后他的种类 譬如这个一切种 譬如我现在要修法布施 你的对象 他本来就是修佛道的 你就跟他讲佛道 他就觉得很相应 如果你的对象 他是喜欢戒律的 你就跟他布施 跟戒律有关的法 他听了是不是非常相应 是啊 好 那么这样子 你就可以达到最好的效用 像我这次去斯里兰卡 那那个有一个法师 他以为我们大圣的全部都是念佛的 他有一个那个莲花 很可爱 那莲花是太阳能的 他就把他拿到那个走廊上去晒太阳 就一直在念佛 一直在念佛 念好久 然后我跟他在讲话的过程 一直在念佛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们可以把那个念佛机拿进来吗 他说 你们不是念佛的吗 我说没有啊 我相信念佛 但是我自己没有念佛 所以他们以为我们都是在念佛的 就好像我们以为他们都是心量狭小的 其实不是 所以这个都是 在佛法我们讲宗教 他有一个所谓的宗教之间的交流 不同宗教的交流 你才不会误会别人 不会攻击别人 看不起别人 同样佛教里面是不是各种传统也不一样 你藏传 汉传 还有这个声文 南传等等 他落差很大的 差别很大 如果彼此没有沟通 没有去了解 没有去做好协调的工作 那么就会有种种的误会 好 那这个是另外的题外话 另外这边有提到 色能布施亦无大心 就是二圣的人他虽然能够修布施 因为我们现在要是去看南传 他们其实也有十菠萝蜜 他们讲的是十菠萝蜜 我们大圣法讲的是六菠萝蜜 可是在很多大圣的经典也是提到十菠萝蜜 这个以前有大概提过 可是南传强调的是十菠萝蜜 好 那就算他们能够修布施啊 可是他没有大心意思就是他的心量还不够大 因为菠萨的心量是护一切众生 度一切众生都有 但是身闻人就没有这么大的心量 他会度众啊 他还是要布施还是要度众 可是范围没有菠萨这么大 另外就是他们可能以无济心或者有漏的善心 或者无漏的心来布施 这个以前我们有讲过 如果他的烦恼还没完全断 他就有可能用有漏的心来修布施 如果他的心能够清静 他就是用没有杂染的心来修布施 还有他没有大悲心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四大菩萨悲至远行 他还没有达到大悲 没有完全无量 所以他没有办法为了一切众生来修布施 所以这个你们就自己再去看一下 下一个 菩萨师者知布施不生不灭 无漏无为如涅盘向 为一切众生故 师是明谭波罗密 所以前面讲的是僧闻人 他的心量没有菩萨大 那这里讲的就是菩萨的知见是清楚明白的 他知道一切都是布施不灭 也知道一切是无漏无为 这个就是涅盘向 所以这里刚刚讲说如涅盘向就是重点 菩萨布施有两个条件因缘 为什么称为菩萨布施而不是生闻人的布施 第一他知道一切都是不生不灭无漏无为 所以他有涅盘之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的心量要很大 他是为了度一切众生而来布施的 有没有问题 思维提大家就想一下 这一题有一点点难但是也不太难 你们回去把这个文看一下就知道了 二圣人他们是以无漏心来修布施 刚刚有讲他可能有善心 是有漏的心 也有可能用无漏的心来修布施 那菩萨也知道布施是无漏无为 这两种无漏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他相同的在哪里 你们回去想一下 同样都叫做无漏 他的相同处 他的差别在哪里 副次有人言一切物一切种内外物 尽以布施不求果报 这个叫谈菠罗蜜 前面有提到 要知道布施这件事情是像涅槃一样 不生不灭无漏无为 所以我才能够达到三轮体空嘛 好 所以你第一支见要确立 第二你的心量要大是为了一切众生 第三就是不求果报 不是为了自己而求 不是为了自己而修布施 好 那么这才是真正的谈菠罗蜜 这四位题我们以前也大概提过 前面有提到说 才法两师和和 而且你要发愿要求做佛 这个就是真正的谈菠罗蜜 可是这里又说布施要不求果报 到底是要求还是不要求 有没有矛盾 有还是没有 没有 好为什么没有 好你们的作业回去想 父次不可禁锢 名坛菠罗蜜 所以布施菠罗蜜 能不能有结束的一天 没有 因为这个是大圣的佛菩萨的布施 所以菩萨布施是无穷无尽的 众生无边 对 众生无边 是愿度 所以众生既然无边 菩萨的行门 会不会也无边 一定要无边 就算成就佛道了 要不要继续度众生 要啊 因为众生无尽啊 我愿意无有穷尽啊 还有这里 知所失物 必尽空 如涅槃向 以事心失众生 事故失报不可禁 这个就是在解释上句 为什么不可禁叫做谭波罗蜜 就是他的布施的果报 是不穷无尽的 不会说我到这里啊 这个就是我的果报 就结束了 好 这是涅槃国 这个是生文国 好 那你就结束 没有 他是无穷无尽 是可以一直下去的 灯灯相传 光光相照 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 重点是 这个就是在重复前面讲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 知道所失物必尽空 如涅槃向 不只是所失物 还有能失的人 以及受失的对象 全部都是必尽空 这是涅槃向 所以布施很重要的一个根本条件是 知见要正 知见差 后面就跟着有差错了 所以正知见一定要有 还有心量要广大 所以以世心知众生 这个世心就是说 你知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见 而且你的心是要为了众生的 那么这样你就很清楚 知道布施的果报 无有穷尽 因为我们是用正知正见 好 这里就用一个辟语 他说如武通先人 这先人有五种神通 他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宝物 怎么样 他就藏着石中 把他的宝物藏在石头里面 那为了要把这个宝物好好的藏好 他要怎么做 磨金刚涂枝 就是他用金刚 金刚是很坚固的 他既然是很坚固 他竟然还可以把它磨碎 这个就厉害了 因为他是先人 好 他把它磨碎了以后 就把它涂在这个石头的表面 石头表面被涂了 是不是又变成金刚就很坚固了 你可不把它弄破 就不可以 所以金刚金 金刚就是不可破 不可坏 那么菩萨布施也是一样 就好像这个辟语一样 他说用涅槃石像智慧墨涂之不实 智慧 这个你磨墨的这个粉墨 粉墨是什么 就是涅槃跟石像 因为前面刚刚讲的是用金刚墨来涂石头 去保护你的宝物 这里菩萨修布施是用涅槃石像的智慧的这个粉墨 来包裹布施 表示我在修布施有没有离开涅槃石像的智慧 没有 所以我有大圣的正知正见 这样子的布施才是无漏无为 才是不可破不可坏 无有穷尽 这样有没有问题呢 可以 父次菩萨为一切众生故布施 众生术不可禁故 布施亦不可禁 刚刚提了 父次菩萨为佛法布施 佛法无量无边 布施亦无量无边 我们常讲的众生无边誓愿度 一直到佛道无上誓愿成 这四红誓愿 有没有跟布施连结起来了 有 所以你看到我们在修布施的时候 是不离开四红誓愿 你在行四红誓愿也不离开 坦那 波罗蜜 这些全部都是相辅相成 有很强的联系关系的 这里强调的菩萨为佛法布施 这里的佛法不是好像很单纯的佛法 这里的佛法是跟佛有关的法 不是跟二圣有关的法 是跟你要成就的佛果有关 跟你的佛菩萨的正知正见 这大圣实相有关 跟你要成就的果报 还有跟你要去学习的种种内容有关 这都是跟佛有关的 所以叫做佛法 懂好 所以佛法的相对就叫做二圣法 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知道好 所以菩萨是为了佛法而布施 不是为了二圣法而修布施 好 以示故阿罗汉辟之佛 西道彼岸不明 波罗蜜 所以虽然两个都叫波罗蜜 实际上不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有提到 南传也有十波罗蜜 大圣也有六波罗蜜 也有十波罗蜜也不一样阿 前天我去一个医院 那个是斯里兰卡的医院 就是去帮忙送物资阿等等 那个法师他们叫班提 班提就是老师的意思 就是他有资格教人 那这班提就介绍说 这位是医生 他做了什么事等等 我就随喜赞叹 我就跟了医生说 那你就是也是在修菩萨行 因为我想说南传有修菩萨嘛 南传是相信菩萨的阿 他也修十波罗蜜阿 所以我就赞叹说 那你真的是在修菩萨行 那另外一个班提阿 就赶快就纠正我 他就说他不讲菩萨的 他马上纠正说十波罗蜜 我就笑一笑 对他们来讲他觉得 不会把在家居士称为菩萨 虽然他是修菩萨行 他们也不把他当作菩萨 他会说他就是修十波罗蜜 很特别 那我们在大圣法就不一样 我就说那你是菩萨阿 你也在修十波罗蜜 修六波罗蜜 当然是菩萨 只是还是卑鄙菩萨 还是凡夫菩萨而已 没什么特别 对他们来讲不行 马上纠正我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信仰还是有蛮大的差别